那首先今天會有這一講其實是因為 我要先立意揭露一下 就是我9月4號的時候已經進入唐公正委辦公室了 然後其實在網路上跟線上其實一直都看到非常多人 對這個辦公室的批評 然後我進去辦公室以後裡面又看到了一些裡面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兩邊的資訊其實是需要交流的 那交流的原因其實並不是為了要讓大家對他有好印象或怎麼樣 而是大家如果真的要批判先了解狀況 在批判的東西大家比較用得到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也比較有建設性這樣子 那首先還是先免責聲明一下 就是這是我短時間內訪談的結果大概只有1、2個禮拜 所以有可能是個很片面的東西 它可能不一定是全面的 所以可能有疏漏 可能在觀點上是有影響的 那這可能都導致觀點的偏頗 那這邊可能大家 可能大家聽完以後就是 就是在自己想想 或這只是一個參考資料這樣子 好那首先其實 航訪在政委的位置上 它其實主要的業務有分三個 第一個是開放政府 再來是社會企業和青年事務 那開放政府其實是我相信這邊大家比較關心的議題 那也是我比較關心的議題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訪談其實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那也問了一些比較多的東西這樣子 那再來在部會的部分 其實很多政委他都有督導的部會 像是張景深他具有非常多督導的部會 但是唐鳳是沒有的 因為這些相關的業務 目前其實是沒有一個既有的部會可以承接 所以他也沒有獨島的部會 那這其實也導致了 他能夠動用的資源是相對比較少的 那再來在開放政府的部分呢 就唐鳳的觀點來說 這是唐鳳的觀點 他認為開放政府是四個支柱 一個是透明參與 以及克責案涵容 那唐鳳自己對這件事情的定義是 如果他只有參與 但是沒有涵容 也就是說 他雖然開放大家參與 但是他只有邀請政府的特定人士進來 他不是邀請所有那些有不同意見的人進來 那這可能就會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一個是有透明 但是如果沒有克責 就是說 今天我資料開放出來了 那你依據這個資料 你如果 對政府 或者是你把政府的施政文件開放出來 但是 你對這個施政文件 你有什麼意見 政府 他聽聽就算了 那這其實也是另外一種 形式的open wash 那所以他認為的是 這四個支柱 如果各自少了這兩個支柱 就會是open wash 不過在上次的那個TechFist上面 那個高嘉良他是認為 他不太同意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地方 就先給大家做一個 簡短的一個說明 那 唐鳳在裡面成立一個最大的一個組織 主要是PITIS 然後 他的中文名稱很長 就是跟很多 什麼旅遊 什麼戲所很像 就是公共數位創新空間 那他本來的想像是 他希望可以在裡面 有一個示範作用的一個組織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使用數位化的東西 帶來一些新的觀念 可以給大家帶來什麼樣的好處跟幫助 進而讓大家可以去接受一下不一樣的想法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 他的官網其實是 我個人其實也不滿意啦 就是他是一個英文的官網 那英文官網代表就是 很多人其實看了也不一定看得懂 像我英文很差就不一定看得懂 然後他右下角還有一個翻譯米糕 但是翻譯出來常常是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也不是那麼好用 對所以這其實是 接下來我們要改善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官網 那再來PITIS他已知的業務呢 是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大家其實都知道 我們政府常常會有 你常常會問東西 跟政府問東西 說請問無人機什麼什麼 該怎麼辦 那可能交通局他可能會推給其他部會啊 然後各個部會推來推去 然後這是我們傳統上 我們在NGO 或者是我們從外界監督政府的時候 常常遇到的一個困境 就是各個部會可能認為 這個東西不是他主責的 請你去問別人 那可是其實有的時候 另外一種可能的狀況是 各個部會他都管到一點東西 所以他會認為其他部分是別人管的 你不要找我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有辦法 可以把大家找在一起 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 具有幫助 那所以JOIN的其中要點 有一點的修改 蠻有意思 就是他說 經過協調 如果仍有爭議就是說 如果我推給你 然後你又推給我 那不好意思 那這兩個部會都變成主責機關了 就大家下次開會的時候 大家都一起來討論 就會避免這樣子 推來推去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就是他們有導入服務設計 包含就是 整個資訊的標案的流程 有什麼改善的方式 然後可以更加包容 就是我們現在新的一些不同的開發方式 那他其中這個PO會議呢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其實說穿了 我個人現在看起來的觀察是 他是希望可以在PO會議上面 使用一些新的工具 像我們現在很常見的Slido 然後像是使用Slido的投票機制 或者是各種機制 或者是使用像類似Slack的一個方式 就是讓這些人知道說 原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溝通的工具 那當他們回去各個部會以後 他們就有機會成為各個部會示範的一個種子 那當然 他們這個東西 他們有時候可能在裡面其實是需要 一些上級的單位去支撐出一個空間 讓他們可以這樣做 那可是這邊的一個很大的困擾是 因為唐鋒並沒有主責管理任何一個部會 所以他並不能直接下命令告訴他們說 你必須要給他一個空間 他頂多只能給旁邊的人一些建議 跟組織單位一些建議 那他們除了案例分析以外 還有像是透過議題盤點分析表 那這是最近裡面的一個主持人 叫張芳瑞 他很努力在做這件事 他希望政府在遇到問題的時候 可以先透過議題的盤點分析表 他先去問這個問題為什麼會出來 也就是說為什麼會出來 以及去分析這個議題跟什麼東西 其實可能是相關的 他可能跟其他東西相關 但是我們只看表面不一定看得出來 那希望可以透過議題分析表 來讓他們早一點去了解這個問題 背後更深的脈絡 而不是專注在處理這個個案問題就結束 那這邊是一個案例 就是Facebook的購物詐騙的案例 那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字很小 那可以看到其實像是這邊主持單位 我唸給大家聽 這邊就有消保處 消費者 交通部 因為他管道快遞 Facebook的購買管道快遞 財政部 因為可能要徵稅 那再來 協辦的單位有經濟部 因為他跟電視商務相關 然後公平會 可能會有廣告不實 比如說草莓乾是不是廣告不實 然後再來呢 還有內政部 內政部可能就是包含就是像詐騙的房子 在警政署的一個業務範圍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其實牽扯到了六個部會 所以在過往你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六個部會會彼此互推 但是藉由這個協作會 他會把這六個部會的人通通都找過來 一次就劃清楚全責 你到底是管哪一塊 管哪一塊 那我們彼此要怎麼樣互相合作跟建立窗口 這個時候會建立起來 那再來呢 在議題釐清的部分 他們會用這個方式來釐清 這個綠色是民眾建議 以及限制是什麼 然後藍色是背景資料 以及政府的回應 那透過像舉例來說 像這邊 關於詐騙 他就可以指出政府 他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可以做哪些說明 那這個未來就會成為 政府可以做來防止的事情 那像是商品未繳營業稅 他前面就有提到 他後面的做法就是 有一些比如說他需要 進口戶戶稅 要有海關帶繳之類等等這些做法 那透過這個分析表 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政府要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就是因為營業稅的東西 那可能要做這件事情 可能就是因為詐騙的關係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推這個小的一個動作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地方其實有一些初步的轉變 一年的時間其實有一些初步的轉變 就是讓很多公家單位的人 他從單純的聽到說 我要諮詢民眾的意見的時候 他可能以前直覺會覺得 你是不是要來找民粹來押我 因為以前其實不少政治人物 他容易這樣做 但是他開始會思考 是不是什麼樣的狀況下 可以使用這個工具 那這其實是一些些的一些進步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有一點其實蠻重要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心得 就是包含我在NGO工作的心得 就是我覺得玻璃心是 這個世界推動改革 非常嚴重的一個困境 就是有時候你只是要給個建議 但他卻覺得你在冒犯他 他覺得你在毀滅他的人格 然後他就不想要理你了 那所以你可能要先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然後他覺得說 這件事情的導入是 那你要讓他知道說這個是安全的 而且確實可以減輕他的工作量 你可以避免未來有地雷會爆炸 就是有人會上街頭或衝進立法院 讓立法院國會助理不能上班之類的 對對對 就不會排斥 對 那另外在標案的狀況裡面呢 其實有成功的導入了一兩個案例 是使用敏捷市的方式來做開發的 然後而且已經做了一個template 就是敏捷市專案的template 放在國發會的網站上面 那這已經有人做了一些新的 但這邊其實還是要推 因為這不是政府 就是這不是那些接案的廠商很習慣的模式 所以可能還是要花一段時間去讓他們去理解跟採用 他們 否則的話他們可能也會覺得這個是 增加他們工作量的事情 或者是他們不知道這個標案要怎麼亂 他們就不來接 那這也會導致公務人員不敢開這樣的標案 所以 這個過程其實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去慢慢磨合 那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關於政策面的東西 一個是所謂的 中間有一個點啦 就是 但是唐鳳很堅持要把它唸成連接 就是亞洲連接細谷 那不然沒弄好的話 可能大家會以為是什麼之類的 對 那其實它跟以往政策產生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就以往政策產生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像馬鞍九時代的資金區 是可能是總統想到一個 可能是行政院長想到一個 他就交給國發會的人 去幫他理方案 然後去找委員 然後大家專家開會背書 然後就出去 然後在立法院不斷的闖關 那它這個做法是 他們先找專家來組成團隊 那這些委員他們是自主的提案 然後他們自主的提案跟討論 提出未來應該採納哪些應用的政策 之後 國發會再來接手 協調各個部會來做後續的進行 那這個是比較國家上位的政策 那我們國家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不一定是應用不一定是創新 它可能其實只是基礎建設 比如說頻寬的問題 那頻寬的問題就是另外一個叫做DigiPlus 就是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的另外一個業務 那這個地方它主要包含網路的建置頻寬 像我們現在可能遇到頻寬不足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它處理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開源的人才的培育 政府服務的數位化以及城鄉區創新等等 那其中唐夢主要負責的 因為它跟國發會合作比較深 所以是政府服務數位化這個部分 那它主要調適的法規有包含共享經濟的開放資料 還有數位金融這些東西 那就數位治理這些 那它的分組裡面主要是在數位國家 那其中有一點就是特別要提到的就是 就是唐鳳說在之前 之前最高法院嘛 最高法院對健保卡 最高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 對健保卡的各自利用做出了一個判決以後 以往開放資料可能跟個人資料是疊在一起的 政府單位會很直覺的認為 我的個人 他們放在我這邊的個人資料 我就直接開放 讓大家可以利用 然後所以就會有人會覺得可以販售 那個健保卡資料這種誤會 那 未來呢會把它拆成就是 它要先去識別化以後 才會到政府的巨量資料裡面 那這個巨量資料可以用來優化決策效能 那其中可以開放的部分 再拿出來作為公開的開放資料 就是可以拿出來 然後不會影響到個人隱私的部分 才會拿出來做開放資料 所以它會有一個更大的一個分離 那一方面 一方面就可以兼顧個人隱私和人權的保障 而不會侵害到個人隱私 那當然去識別化這個過程 其實我相信還是有一些爭議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可以直接繼續問唐鳳這樣 那再來 再來在數位國家分組裡面 他們的做法跟其他組別可能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邊是唐鳳可以處理到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做法是 它有一個推動小組之後 它會找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 謝謝 由這些學者組成一個專家團 然後一樣由他們提出了建議以後 再由政府機關這邊來接手來做 那這個地方也是由國發會來 國發會來承接 那在權力觀音上 國發會是高於其他部會的嘛 所以國發會的命令其他部會 基本上協調 它可以協調其他部會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可以做的事情 那它的格式其實也是基本上也是類似 就是由這些顧問團自主的提出一些提案以後 再交由政府去執行 而不是由政府上位者的選舉上來的人 自己決定他要做什麼 就交給民間的去背書 那這是一個模式上非常大的不一樣 那這個過程也可以透過這些顧問團的組成來 容納更多的不一樣意見的人 那當然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這個顧問團的選擇 是依據怎麼樣的東西來選擇 那這個等一下我就讓唐鳳來解釋好了 因為我忘記問這一塊了 對不起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大家也很 concerned 就是說我們政府各個部會其實都有 而自己的資料庫 他們成立了網站就有很多自己的資料庫 可這些資料的欄位不一定可以對得在一起 這個部會的身份證字號 跟我這個部會的身份證字號 欄位名字可能是不一樣的 儲存格式可能是不一樣的 這導致他們的資料不能弄在一起 所以接下來呢 在今年的六月已經組成工作團 那接下來會盤點和確認主題 那針對的是這五個 護益證、防救災、財稅、商工和勞保 這幾個五大領域 先嘗試著試做跟提出草案 接下來產出領域的資料的標準出稿以後 接下來就要導入各個機關去把 以往那些沒有統一的這些標準來做統一 那再來在流通的部分呢 就是他接下來他希望就是 所有政府部會的所有資訊標案 背後的資料都要有結構化的資料 那包含的並不只是政府的網站 對外公開的網站 還包含政府內部的服務的網站 這些資料都要結構化 所以接下來 時間到了 現在幾點 現在幾點 沒有 才二十分 先問一下 那個收氣的破搶盤 對 收氣的那個grade破搶盤 對 轉到後面的那個去後 那個 小弟來做準備 好嗎? 還有工作人員 好 那我繼續 OAS是所謂的 Open API Specific 然後他主要是導入3.0的版本 那接下來他們會要求在 政府的採購源頭就直接納入這個標準 然後把資料做結構化 那接下來是今年的6月是頒布規範 然後到12月會逐步的修正採購契約 以及輔導機關來導入 接下來之後到明年的6月之後 就會全面要求政府機關都要導入這個標準 好 那這是目前推動的一個過程 好 我們等一下兩點的時候 是那一個 秋季一般這個破搶團隊的 Reformation 好 所以待會要幫大家把 呃 餐廳列 在關懷的前面裡面 好 好 那我繼續 那之前還有一個很大的concern 就是說 政府機關為了開放資料 他可能充量去充KPI 他開放了非常多資料 但是這個品質 是Quality是兩又不齊的 像是 我自己就曾經看過 他說他的資料是XML 但點進去他要你下載一個網頁 對網頁是XML 沒錯 但是我不是要這樣的資料 那所以接下來他們會透過 出冊的方式用程式先去Run一次 找出有問題的資料 然後接下來到 今年的9月 就是各機關要修正資料品質 以及 今年的12月會複冊 那最後就會 在那個資料品質上面打上章 然後告訴大家說 哪些資料是好的 哪些資料是很多人使用的 哪些資料品質是好的 以及哪些資料的品質是不好的 那接下來接下來就是兩個 大家就是社會企業和青年事務的部分 那社會企業的部分 其實社會企業 目前比較大的麻煩是 第一個是大家對社會企業的定義 每個地方的定義其實是並不清楚的 那所以這個地方會持續的 透過討論的方式來把這個定義清楚 以及另外一個擔心是有的人會說 他的企業是社會企業 但事實上他其實並沒有做那些社會公益的事情 那可能跟你說他收了錢 或去幫偏向的小孩子買便當 但事實上都是拿去發人事費 然後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這可能是大家會關心的點 所以他們有推一個認證的一個做法 讓大家去 讓政府可以去公開的告訴大家 哪些企業 確實是社會企業 那大家可以去採納跟使用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的資料其實 會議資料和政策履歷都是放在網路上的 那以及青年事務的部分是成立青年諮詢委員會 那這個其實以前就有 但是他們這次是公開甄選 以及採納各個領域的人 然後當然每次的會議紀錄也都會釋放 那他的運作方式 跟前面提到的那些DigiPlus也是很類似 就是兩個青年委員 他如果提案 成案了 然後他們就會交由部會去研議 看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真的去做 然後再會提交報告回來 上個月裡面會提交報告回來 告訴大家他們到底是可以做還是不可能做 原因是什麼 那大概是這樣 那會整一下 目前就我看起來 唐豐自己對政務委員的定義是 院長跟部長之間溝通的協助 以及沒有部會願意做的時候 他會先暫時接下來 然後把它做到一個 可以讓各個部會 自己持續下去運作的程度以後 他就交給各個部會去運作 那不是一直做 不是放在自己身上一直做 那也不是一次性的 下很大的命令 讓大家跑斷腿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是唐豐他自己對這件事的認知 那他是唐豐剛的唐豐的說法是說 他覺得沒有人告訴他說 還有什麼其他的不同可能 法律上 他覺得法律上是這樣寫 那當然 我不知道其他 我還沒有訪問到院長跟其他的政委 所以如果有訪問到 也許我可以再跟大家講 那再來就是 跨部會溝通司令的時候 由政委來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之後 就讓這個制度可以去順順的運轉 那有的人會擔心說 這個東西運作以後 可能下面的人會遇到一些很奇怪的問題 比如說要求修圖把走廊修成紅色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各種很稀奇古怪的要求 那這個時候唐豐是認為他的窗口都在網路上 大家都可以丟意見給他 那他會把相關的資料 還有會議的組織稿丟給那些相關的一些長官 那不會讓這個提議的人的資料被揭露出來 那又可以讓長官知道說 這個狀況可能要怎麼樣處理 那當然他們接收到的資料以後 可能有不一樣的想法或反應或者是方針 那這個就因為不是唐豐主管 所以他沒有辦法下命令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最後就是 我為什麼會做這個 是因為我進去工作以後發現 其實內外的資訊其實有蠻大的落差 大家今天聽到東西應該會發現 其實政府雖然丟了很多滿滿的報告 然後PDs雖然丟了滿滿的組織稿 可是事實上大家對這件事情認知是沒有非常多的 所以我只是嘗試用我的角度幫大家 summarize一下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站在這個角度上 繼續的持續的批判或者是監督 或者是給意見 或者是告訴他說 我們這樣的做法好像有點問題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風險 是不是有什麼改善的方式 那大家有一致的基礎的時候 其實給出來的建議或意見 其實會更容易有一個更好的結果 那這是我會做這件事的原因 那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看有沒有人要繼續問唐鳳相關的議題 那如果說你發現唐鳳答飛索問可以跟我講 我幫忙翻譯這樣 半小時 半小時 你說 我問一下就是換院長之後 這個角色有沒有變化 在我們政委的分工表裡面 其實對我來講 這三個業務還是同樣三個業務 並沒有什麼變化 變化蠻大的 我覺得是國發會的那個使命有所擴充 然後有所改變 因為剛剛大家看到這些 其實他執行的幕僚單位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國發會 那國發會之前 不管是法協或者是資管處 跟我在我入閣之前 都已經有非常密切的一些聯繫 那但是因為現在新的這位國發會主委 就是之前我們的秘書長 那他對國發會的期許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又因為他之前是秘書長 所以對各部會的協調的能力 感覺上是比國發會之前的協調能力還要更好 所以我覺得方向可能沒有什麼轉變 那油門有一種踩到底的感覺這樣 沒有關係我會複述一遍 那因為我之前在U.S.兩集單位 然後我們其實嘗試做很多人工資料 就是很多人工資料 然後我們其實在政策的需求上面 其實需要要看到很多資料的東西 但是大部分的N5都應該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當然想到其實想要 就是在整個政府情況比較安定 這邊的培法還有比較 這邊會是具體要怎麼審訊 包括是O.S.的 就是公務人員的需求 對它背景的標案 這塊的問題 對 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是說 政府所有第一線的標案 我們知道從今年開始 我們已經把它頒布層面規範了 然後我們也已經把採購契約改說 任何機關都可以要求廠商免費 或者用極少的錢 就必須提供機器可讀的版本 那這些Wording都在那邊 但是機關到底要怎麼去使用它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才會有整整六個月的時間 是一段輔導期 那這段輔導期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自己已經用O.S. 然後那個秋季或廠商 對請後面移動 其實會有六個月的輔導期 然後輔導期 他們來使用像我們的這個條款 那目前那個條款是沒有強制力的 比如說不會它用O.S. 或者是不用都可以 但是條款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你要用O.S.的時候 你使用的廠商不能夠給予太大的價格 就是說簡單講就是說 好比說網頁它一定就要是無障礙的網頁 它不能因為你要加上無障礙功能 收你五倍的錢這樣子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把它變成機器可讀或結構化資料 廠商也不能以這個為理由 去收機關不合理的錢 那但是機關不一定會運用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自己就是用這種 所謂前後端分離網站的方法 架了非常多的網站 包含PITES自己的官網 然後以及就是我們果菜的那個價格 防救災等等 所以我們PITES這邊大概25個人 裡面大概至少有20個人 有累積過這樣子開發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我們跟國發會合作 那有任何機關願意的話 我們就去那邊當講師 然後去甚至陪伴他們 去做完一整個案子 但在過程裡面 我們很注重的就是說 不是我們變成好像是我們來做的角色 而是像那個報稅軟體的重新開發案 那樣我們就確定說官貿的人有進來 然後財政部資訊中心有進來 承辦有進來 然後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 都透過逐字稿跟工作方的方式 來看說你在掀起導入這些東西 到底是怎麼樣 那目的就是說這樣辦完一次之後 接下來可能不是綜合所得稅 也許是營業稅 也許是別的不同的稅種的系統 他們就可以自己去開發 就不需要PITES 所以我們一直是一個賠利的角色 對 請問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像那個 比如我把燒船的電號 電池的電號 電池的電池在這次航廠的 連接在一起 他們其實 這是一種 那種 它就是內部的資料程 對 然後 那 那 這個嘗試 開發在公園經濟業務 我知道我沒有這些資訊 平常我以前要升高 對 那我現在可以變成 你知道它 自動的話 可以做出來 這是一件事情 但是有些是來自於說 這個資料 在未來 其實它可以 不同的想像 它不怕基地業務 你說透明足跡 也是一個好例子 對 所以今天 我這資料 其實因為有不同性的想法 在現代公園裡面 會不會發生 我這個同時 不可能會遇到 他的實證 到他的 族座 所以 一方不會想 那怎麼在 這個培辦公園 你去做 他有一點 好 對 是來自於外部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一部分 我們現在正在下一個盤點 去要求各個部會 去把內部有 已經做過資料盤點的日期 索引 以及它的欄位 全部都集中起來 接下來 院的資訊處裡面 就會有一個 名字不是我取的 叫政務大數據的系統 至少先把這些 索引欄位的全文檢索 做出來 這樣子我們從院的角度 就可以一次看到 所有部會署 有哪些資料 是他們內部使用 這個都是不對外的 那但是這樣的好處 就是說我們如果看到 兩三個部會 建了名字一樣 藍尾也差不多的系統 至少就表示 他們有一些整合的可能性 那也許在一些 跨部會的業務上面 像食安 這些業務上面 院就可以主動的去說 這些要變成 我們接下來決策的資料 那這是一個 那但是如果這裡面 有牽涉到各資 其實部會 是不會願意跟彼此交換的 你剛剛講的那個 完全不會存在 對 因為只要它跟各資 甚至有一點點關係 那部會就會 鎖在自己家裡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如果我這個部會 就是想要那個部會 一些有各資的東西 要來我的使用 但是我沒有這個法定權限 那它就勢必要讓這個部會 去識別化 那去識別化 聽起來就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什麼想要 那就把它想成統計就好了 就是說我要用這個部會 我要想出一套統計方法 我把這個統計方法交給你 那它可能是open source的 那是由這個部會 有資料部會來跑 跑完之後 把統計還給這個部會 那我想這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統計的演算法 它必須要是可受公平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你不管什麼資料集 你跑完之後 你保障最小統計區 保障大家都 各自沒有被侵害 那所以接下來 國發會 就是現在這個大國發會 要出現一個 各資的評議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 不是說 國發會 代行什麼職權 它是確保說 它在應用各資法上 法務部的解釋 以及這些演算法本身 都是所有部會的 所有資訊人員 都看得到的 這樣我們才能 新陳一致的判例 這樣子 有關那個亞洲 剛剛講到亞洲連結矽谷 那個方案來講 目前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方案 是可以 就是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案 是可以 把矽谷的經驗 跟它的專業 引到台灣 來幫助台灣的 因為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參與一個政府的發表會 然後它的方案就是說 在矽谷 我記得是在Santa Carla 然後它就設一個辦公室 然後它的方式就是說 讓獲獎的團隊 它就補助要兩萬美金去創業 當然因為我們帶過矽谷都知道 兩萬美金在矽谷很快就燒完了 所以那個其實不太具體 我想請問目前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方案 是真正經驗上面 我們有蠻多專案的 大概都是把台灣這邊的一些創業到一定程度的 帶到美國的一些矽谷的加速器 或者一些Incubator去 那我們目前合作的 當然主要是Plug and Play 他們已經很大了 但是這次去也跟Boost VC 也跟Alchemist 也跟幾個大家有聽過的 應該除了Y Combinator之外 都已經跟我們TSS有一些聯繫 那所以整個目的 並不是說把細谷的人才挖到台灣 而可能是反過來 是說我們這邊有一些人 他已經想出現很好的主意 我們希望幫他們爭取更大的舞台